好,大家好,到訪問的第二節 這節是精彩的,這節是講股票,過股 即是一個分享,有些可能是推價,有些可能是分享 我當然不敢推介,當然要靠新的英俊基金經理 Chair Fund去做推介 先講回之前你提的一隻股票2163 這個叫遠大駐公,遠大駐公 這隻股票怎樣? 讀者都忘記了,整個財企報告有些上司 走到今天,究竟他做些甚麼? 好錯過這隻股票,上市九個多,兩轉破七元 好像說有些朋友嚇到腳都遠走了 第一次不走,第二次要走 走完之後上去十二個多,整隻股票怎樣玩? 這隻股票上了大概半年左右 那時候其實每個招股書都講到明 他們是有意回到大陸上市 A股上市? 對,A股加H股兩邊 H股其實那時候的市值是大概 我記得好像是九億多,十億左右 剩H股就入了SICUS的十億 對,十億左右 內支股30億,加上40億 整隻股票 他那個玩法就是,刻意做到很不吸引 首先這些… 他怎樣做呢? 一開始上市一下怎樣做到不吸引 其實他的行業都吸引 他的行業是建築業是不吸引 2017年 不是喔,他的預製件 我聽你提過,我立一立就見不到 你說什麼倉醫院,北京的… 方倉醫院 武漢的方倉醫院 都是他們建的 韓國那個也是 還有技術是很… 在這個預製件快速起樓 他是Pioneer來的 是呀,沒錯 為何不吸引呢? 為何不吸引呢? 因為你香港人,2017年的時候 炒學股,炒建築學股 炒已經是… 炒都借了 借了,一來 二來就是你現在那些 十億市值的建築股 他不是十億,應該當是四十億 對,應該當是四十億 但香港上十億 但可能你在機場看到 都是十億的 所以他變相… 是不是這件事 其實很多散戶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內資股不算 因為其實散戶真的 求求其其 很多時候 有時候很多惰性 就是你打開一部機 你就這樣看 Fail Web也是的 Outstanding shares Outstanding shares 只是說那個H股 沒有反映內資股 A股真的沒有上過 沒有上過 所以他… 但是這個… 這裏口 富途 就內資股也反映了 是的 所以富途好像是勁一點 富途是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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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整個故事 在當時 還要是在2019年上 一個年底 對,一個年底 那時的市場差 所以變相 再加上他的概念 又不是太有特色 他當時上市都不做宣傳 沒有做過宣傳 沒有做過宣傳 隨便… 隨便… 根本不想你買 不想你買 現在是新加坡股票 還要改英文名 沒有中文名 Vitamax 我們會先炒一轉 不奇怪 整個故事都告訴你 我不吸引 不要買我 但你看他的招股書 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支柱 就是在於它的Cornstone Cornstone有三一重工 大型國企在裏面 有三間 有三間 我忘記哪幾間 有一間民企都厲害 是甘地的10席 甘地很大 甘地的10席 坐了幾百萬股貨 都幾千萬 主要是那幾間 其實坐了很多 那三間國企都是有實力的國企 是的 有實力的國企加民企 而他們坐的價格更加有趣 就是坐14元 不是14元 是嗎 14元 他們的價格說明是14元 你很奇怪 你見到香港上市 應該大概9.86 9.86 9.86 那為何會坐14元 人民幣 你會覺得整件事可不合理 我都錯了一個問題 我回去看 我以為他們都是9.86 不是的 他們坐14元 這個很重要的項目 因為 Marble上去看看 Marble是有你在後面幫你拍照 拍攝的帥哥 所以 你會見到就是 很明顯是有些奇怪的股票 當然 我開市的時候 我都有密切留意股票 令我吸引到 首先 聽我說你都要買很多 買很多 又不是很多 買一些 我利身我有的 它這個股票還有一個很特別之處 就是 首先就是它的概念很特別 我覺得 首先預製組件 其實應該是一些比較 因為我當時覺得2019年來的市差 但你提到高科技如何高科技 整個行業 高科技產業不分 我分很多 如何高科技化呢 意製件已經牽涉到高科技 因為它是一個專利的技術 它是一個專利技術 所以亦都去幫助 沒有什麼競爭者 暫時就不多 好像據我所知 還有它這間店 那個老闆就很特別 因為我是做了一些背景研究 就是它那個老闆 本身是做冷氣機出身 就是做冷氣機 但是後來做冷氣機 好像打了大樓 這間遠大廚工 就是他另外一檔 但是他們最出名的 最出名的是什麼 原來在金屬的期貨市場 就是一個Manipulator 在大陸 那不是很懂得炒東西嗎 是的 我聯想得就是很懂得炒東西 不用了 看股票走完 我都覺得很懂得炒東西 我聯想得就是 為何嚇到你腳都軟 你這隻東西 我會說坐了火 不要看機器 好過 如果想著是可以 你不要看機器 因為看機器 會被震走 好決定 因為當日 真的走完之後 又不會入到 又入不回 是 當日第一日 第一日開市 是急插下去 嘩 這個很容易資產 一直急插下去 看這個影片的觀眾 真的撿到火 所以他一路急插下去 更加引起我主意 我第一日都有買一些 那第二日有沒有買一些 沒有 第一日我都買了不少 一路急插下去 一路急一路買 嘩發財 我們要過星期來訪問 你真是走保 遲了開始這個訪問 但我都坐了半年 那隻股票 這樣也值 這半年 這樣的市場升幾十個百分比 不是的 這東西是最近升的 之前一直都輸一千 這隻股票最有趣之處 就是你猜是輸一兩元以上給他 但你買 實際一點 因為那些是過去歷史 現在七個多不會買到 買不到 接下來的東西行不行 我就是學他所說 這場氣會去到幾大 我真的都覺得他很懂得炒股票 你是很厲害震倉 很厲害會震 因為震倉是有的效果 今天我教師會解釋震倉原理 震倉是做得很厲害的 如果那些盲目散戶 你又看機器那些 一定讓他震走 沒錯 七元那轉已經震走兩次 上到來都坐不穩 坐不穩的 其實這些股票很難坐 你沒有信仰 原來因為他有個專業技術 就是以前去炒東西 是不是炒到東西 被人說高 市場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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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專家 如果這些位置震這隻股票 應該很有力 再升幾倍 暫時我都未見到貨很散 市場行動 市場行動不大 這麼孤寒 這次都要震你 他真的想夾得很乾 其實他一開始已經夾得很乾 但也不想給你賺 震倉不是不想給你賺 而震倉的好處應該是下來的那一刻 會困住那些人 因為震倉會換了 其實他未必有好處 但他換了由A散戶換了B散戶 和散戶一路換下去 成本價越高 成本價越高 當他散戶 閘下來 會困住最尾 就是排貨那班 困住最尾那班人 所以會是 到散戶那一刻 是賺得最盡 整個操作 我想是一個想法 這場大農場要賺得最盡 不會輸給你 也不知是否跟蕭生學習 我想他們比蕭生厲害 不是蕭生就是這樣 炒股票是最重要的目的 不是甚麼 最重要的目的是不讓你賺錢 可能這是他們的樂趣 我不知 就是不讓你賺錢 所以整個故事 我覺得第一步 我之前跟你說 很明顯就是 現在他已經公佈了 會回深圳創辦上市 進址是怎樣 是否應該成功 沒有問題 既然扔得上聯交所 寫在Postpective上 成功率應該不太有信心 有甚麼好處呢 對這隻股票炒作 如果A股可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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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內資那些在A股中 就算是AH會換 第二就是 但換的比例有沒有限制 如果我是一個 Qualified Investor 我拿著H股 是否都可以轉換由A股 在A股市場沽 是否這個意思 我好像不是這樣 好像A股是換來H reversive 我也不知道 這個應該不行 但應該可以換來香港 我記得 A可以換來H 都要檢查 因為他整個故事 很明顯就是深圳創業班上市 而大陸的Veneration 一定是高於香港 你變相 其實你香港那個 就會追緊 追快去 這不是好嗎 對於H股 我們欠H股就有數 對 所以現在H股股不停在升 我覺得最近的東西 就貼回14元 這個就是第一步 之後再點 再看他有甚麼 這東西是怎樣 那麼Trading strategy 我們應該怎樣還 是否到14元 現在坐貨股先 就是到14元 我可能會先沽感一點 因為你便宜 你的貨 我的貨貴 那不是的 你也有賺 12元是14元 都不差 都比炒211 快 我賺了兩成 211 我真的被他計算 我懂得計算211 贏才敢說 好 這一節 分享了一隻 厲害的股票 多謝大家的觀賞 但又要等一個星期 因為我們Trading 基金經理很忙 每個星期才有機會去拍一節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幾個 未知 未知 下星期 多謝大家的觀賞 都是這樣 你這樣耐性 聽到這裏 就獎你一個機會 免費聽我們的講座 記得在下面留意 留意之後 我們會給你秘密的連接 就可以去報名參加我們的免費課程 將更多的 真正的才利知識 和你免費分享 好嗎 多謝你的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